白兔日前以选手身份重新出发 参加大陆选秀节目 丽萍再度站上舞台 而从节目一开播 两人唱跳实力就备受瞩目 但两人的成绩却每周下滑 让网友们不解 在最新一集播出白兔在节目 小考中表演唱跳 一改过去可爱风格 以Jazz Funk应战 整体表现稳定发挥实力 连新推官之前强调的和声也练成了 演出赢得所有人好评 但在六位新推官开会讨论后 却没有给白兔任何一颗心 不仅姐妹俩当场僵住 其他选手也是一脸错愕 新推官之一的华晨宇解释 白兔已经出到十年 应该非常了解娱乐圈的生态 当你在做一个作品的时候 如果只是普通球进步 那是新人该考虑的问题 而白兔则是要超越自己 走出舒适圈才能有突破 只是灵性的残酷结果 让不少白兔粉丝心疼 但也有不少网友理解新推官 认为几次节目下来 白兔虽然表演很稳定 但真的没有太大的突破 新推官也是希望他们能更好 非凡人乐整理报道